如果你要說川普上任之後 對於哪一些產業的板塊 有可能股票就不漲了 我覺得是不是鎖定在一些 你可以觀察這四年 拜登政府大量補貼 有補貼的這種產業 可能就會受到影響 因為可能川普上任之後 他就不搞補貼這一塊了 對 那現在最大的區別在於 拜登政策其實針對 各大產業都有進行補貼 其中兩項最重要的產業 尤其現在是具有高技術 而且是龐大資金的產業 一個是集中在電動車產業 另外一個是集中在半導體產業 那電動車產業的問題 我們幾乎可以肯定 川普很有可能會大量的減少 對於原本電動車產業的補助 原因很簡單 川普過去來看 對於傳統能源傳產業 相對有更顯著的資金補助力度 所以這個時候很有可能 在美方如果電動車的補助力度 沒有大幅放大底下 可能就會受到一些沖啟 可是好在什麼 好在目前全美電動車賣 最好的特斯拉 剛好也是支持川普的 其實它可能會產生一些變因 你看馬斯克在這麼早的時期點 就已經完全對於川普的支持 這個值得大家做一個第一個留意 也就是也許本輪上任的共和黨 並不像第一次當選總統的川普一樣 有如此顯著的這種政策上的轉變 很有可能它會符合過去 共和黨建制派的路線 就循序漸進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第二個要觀察的是半導體產業 半導體產業就非常重要 因為台積電已經差了快600億了 如果因為川普上任之後 產生了半導體補貼的變數 那影響是非常大的 那我們的看法是這樣子 就是說基本上 對半導體政策的法案援助 某種程度就是對華系統的圍堵 所以只要川普對華 還是採取相對圍堵政策的話 那應該是不容易取消 對於半導體政策的補貼的 這是我們的想法 所以我們基本上認為 在科技 高科技封鎖這一塊 我們雖然都很清楚 川普執政時期 大部分是直接進行 關稅上的封鎖 它的確造成適度的產業轉移 但是呢 在拜登當選以後 他主要是進行科技戰的圍堵 那我們按照過往的經驗 就是拜登上任以後 有沒有取消在川普政策 對中的圍堵 答案是沒有的 比如說美國對中國的進口平均關稅 在當時2018年以後 是分兩段式調升 第一段是直接克取10%普遍性關稅 形成中國非常訝異 於是也採取了報復性關稅 那在第二波2019年 又採取新一波關稅 把平均關稅稅率調升到20% 但是問題來了 在2020年拜登當選以後 美國對中國的進口平均關稅 是否有下調 答案是沒有的 就代表著 即便我們跟 共和黨跟民主黨 雙方政策有點不一樣 但我不會把你已經實施 對華的圍堵政策 稍微退後一步 是不會這樣做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合理的推估 半導體產業某種程度 是為了封鎖中國市場 那麼當川普如果真的當選的話 應該也不會大幅推翻 拜登原本對華的政策 在這樣的一個方向底下 我們幾乎就可以確定 在民主黨和共和黨 兩方唯一有共識的 就是對華政策的圍堵 那只要跟對華政策 有關的政策 應該都能夠循序漸進持續下去 好 所以現在真的 就有點像是 對中國大陸來講 不管是哪一任美國總統 或是哪一個人物 當選上美國總統 其實感覺對華就是 越來越嚴謹 越來越的加嚴也好 就是還是有那種 中美之間的一個對抗 的這種角色在 比如說在氣候變遷議題 美方現在是跟中方 來互相合作的 但川普根本就不管 什麼氣候議題 就直接圍堵中國市場 所以對華政府來看 對於川普老實說 是比較戒慎恐懼一點的 這個是第二個方向 那再來最後就是 烏爾戰士的態度區別了 那就很明顯 拜登他是支持烏克蘭 而且支持歐盟和北約 等盟友的合作 那麼川普很明顯 他是不願意介入 這樣的一個戰事 他認為如果我真的要保護你 那北約得出錢啦 所以完全就是一個利己主義 跟利全球主義當中的一些 些微的區別而已 所以總的來說 共和黨上任之後 大部分的經濟體質 他不會改變整條景氣循環 但他會改變什麼 第一他會改變資產價格 類股的輪動 他不會改變股債的格局 但是股市當中 哪些類股長得特別快 會特別顯著 我們舉例來說 2016年當時川普當選總統以後 連續四年幾乎都下跌的板塊 是什麼板塊 太陽能板塊 太陽能板塊 在歐巴馬時期 漲幅是非常亮麗的 結果川普上任之後 連跌四年 為什麼 川普根本就沒有進行 太陽能政策的持續補貼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我們就瞭解了 我們接下來所看到的 是由於川普政策 即將實施以後 產生的類股輪動 會是接下來幾個月的主流 但是會不會改變 股票的牛市行情 我認為是不會的 從美國的實業股來看的話 你像Nike的股價 麥當勞的股價 其實都已經陸續跌入到熊市 實業股的民間消費 其實表現沒這麼好 為什麼 因為拜登已經停止在今年 進行更進一步的財政刺激 拜登也很清楚 你是因為高通膨 對我有點不滿 那我當然今年 就不要再亂撒錢了 盡可能壓低通膨 所以導致目前美國的超額儲蓄 下行幅度 縮縮幅度非常快 所以我們計劃的條件是什麼 就是從景氣循環的角度而言 股市反映的是AI 它已經提前反映 在上面的復甦格局了 可是實業股 下游的終端商品還沒復甦 那要靠誰呢 靠聯總會 靠聯總會撒錢出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消費就跟著AI 一起上限復甦了 所以市場只是在掌握那個度 就是聯總會呢 它一方面希望通膨 盡可能的接近它的2%的目標值 一方面它要知道 放水基本上是勢在必行的 那它希望拖到什麼程度呢 拖到一降剛剛好軟著陸 而不要太早降 要不然它降了 AI泡沫又更大了 結果呢 資本市場又進入到 一個瘋狂的追漲階段 它最好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市場能夠 自我懷疑修正的時候 比如說呢 AI股一直往上跑 但是有一天發現 市場的民間消費 好像有點差 信用卡數據啊 維育率一直在升高 這個時候讓股票市場 有適度的回歸 聯總會適度的放水 軟著陸達成 達成一個祥和的狀態 這個是聯總會 希望所達成的方向 但是剛才你也提到 川普有沒有可能 對於聯總會 在未來今年下半年 即便開始降息以後 產生更大的壓力 就是要求你降更多 比如說可能今年11月 它當選了 會不會馬上要求 在年底到明年年初 盡可能的降息啊 首先 雖然聯總會 在當時川普執政時期 感覺好像沒這麼總理 可是某種程度 它還是獨立機構 因為聯總會其實並不是鮑威說的算 換掉它也沒辦法太大的改變 我們舉例來說 川普有沒有換過聯總會主席 有啊 當年他就把葉倫給換掉了 為什麼把葉倫換掉 因為葉倫他的任期內都在鎖錶 他是依循著聯總會過去的傳統路線 覺得現在通膨已經歸來了 我們過去的QE就該收水了 所以葉倫時期一直在說 收到川普受不了 趕快換鮑威上來 結果鮑威呢 他也沒有大幅的改變 過去聯總會的政策路線了 他一直到19年才進行 適度的預防性降息 更何況鮑威還是共和黨旗的 所以共和黨旗都沒有那麼聽川普的話 就說明聯總會應該還是 由他的獨立性質所存在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條件底下的話 我個人就認為啊 聯總會這種緩降的邏輯 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